在2019年底的时候 我花了3万左右 买下这台i9处理器 64GB内存 还有5500M显卡的 这个16寸MacBook Pro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性能很不错 对吧 应该会对我做视频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一年半过下来 我总共只在它上面剪过 6条视频 但这些时间里面 我丢过7个拓展物 总的来说就是我真没觉得 上一代的MacBook Pro 对我的工作有什么特别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M1芯片的Mac出现以后 我的心态更是有这么一点崩 毕竟续航还有发热控制 都比我这台Mac要好很多 不过对于专业视频简直来说 一方面是它的性能 还是有点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 去年的时候使用M1芯片的Mac 各大软件都还没有适配 工作流有很大的翻车风险 再加上它的接口真的太少 完全不适合做数据交互 这两个因素 就成了我一直没有更换电脑的原因 但到了现在这个时点 也非常有趣 各大软件厂商已经快速适配了 ARM架构的Mac 目前我们工作流之中的所有软件 都已经可以非常稳定 而且高效地运作 所以软件适配的这个问题 又不存在了 其实阻止我们公司 更换电脑的因素 就只剩一个 就是我们需要一块 比M1更强的芯片 以及一个更加优秀的机制 这也正是苹果所做的事 这台MacBook Pro 16寸 搭载了M1 Max芯片 64GB的统一存储 以及8TB的高速硬盘 算是全部拉满的这么一个版本 在用了它几天之后 我真的是大受震撼 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这台电脑将会彻底颠覆 我们的视频创作工作流 因为性能和体验很多时候 并不完全相关 所以这次我们会把MacBook Pro的上手 拆分开来 先来讲讲这个全新的设计 然后再来看看性能 如果你是一个纯粹性能档 你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点去看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突破了这个临界点 参数上这台新的MacBook Pro 并没有比上一代重和厚多少 可是我身边每一个人拿起它 说的第一句话都是 怎么比上一代厚了这么多 好壮啊 我自己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这可能是因为这台MacBook Pro 恢复了早期的圆角设计 体感上会觉得更加厚重一点 我个人的审美会觉得 它是上一代的Mac 看起来更有科技感一点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但这可能也是在我心中 上一代Mac的唯一优点了 苹果四处完全不在意被打脸 几年前咔咔咔砍掉的东西 现在全部都给了回来 Touchbar消失了 蝴蝶键盘也一去不复返 但是HDMI接口 SD卡槽 还有MacSafe它都回来了 等等 这什么东西 这不是在我手机上的吗 怎么跑到我电脑上去了 还变得这么大了 这玩意我没说过我要啊哥 Amazing 对我个人来说最让我兴奋的点 还是这台新的MacBook Pro的屏幕 这块屏幕真的太强了 这是苹果第一次在MVP上 用上了miniLED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大量独立的 miniLED灯珠 对整块屏幕进行分区照明 这样带来的优势就是超高的对比度 还有超高亮度 现在这台MacBook Pro的亮度 可以达到恒定的1000年次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600年次 这个是你在观看HDR内容的时候 一瞬间可以达到亮度 在现实中使用 我是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块屏幕的亮度提升的 尤其在强光之下 非常明显 相比上一代16寸的Mac 分辨率的话这次也有提升 16寸的MVP的分辨率 现在是3456×2234 相当于770万像素 略低于4K的分辨率 但是毕竟这个屏幕大小只是16英寸 PPI已经达到了254 你肉眼看过去 整个屏幕还是非常细腻的 我没有想到 之前这个传言居然是真的 就这台新的MVP 不仅有了上面这些东西 还有了Promotion 也就是苹果的120Hz 加上自尺性刷新率 高刷新率的感知真的很明显 尤其是在这种大屏幕之上 像我们用的剪辑软件达芬奇 现在已经适配了120Hz的屏幕 剪片的时候 无论你是拖素材 还是进这个时间线 还是回放 你都会觉得比以前的体验 要丝滑的太多太多 基本上就随脚随到 这个非常的爽 它的副作用就是 当你用完这台MVP以后 回到正常60Hz的屏幕上 你会觉得这个屏幕怎么这么卡 是不是坏了 这台MVP就把你的眼睛 给彻底养雕 估计也是苹果的野心之一 就假如你现在有苹果的 Pro系列全家桶 你就会有个完整的 ProMotion体验 你再回到那种 不同意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你就很难再回去接受它 至于色彩的话 这一直是苹果的强项 这块屏幕这次也有 超广的色域 10亿色10bit的面板 结合上面的ProMotion 还有miniLED的超高亮显示 确确实实 这就是目前移动灯 最强的HDR内容操作工具 你可以在不购买 任何昂贵HDR显示器的情况下 完全就依靠这台MacBook Pro 完成杜比世界 或者是HDR10内容创作 这个意义其实本身非常大 要知道在这台Mac发布之前 我们公司给甲方做一个HDR内容 用的都是这套配置 总共花了十几万 然后又大又笨重 非常麻烦 根本没有办法外出做项目 所以这台MVP的意义 我想你应该能感受到 现在我可以让调色师 直接去片场 那我桌上一放 就可以让甲方看到 最终的HDR视频的效果 这个真的方便了太多 对了 说个题外话 我就特别难以忍受 别人手指挫电脑的屏幕 应该也一样 对吧 就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没有礼貌 就每次都在挫你的屏幕 我每次有这种情况 我就想把电脑拍到他头上 算了 说多了 我这个血压又高了 就夸了这么多 总应该再来讲讲 这个屏幕的缺点 对吧 毕竟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这块屏幕主要有两个问题 取决于你的需求 这两个问题也可大可小 一个是mini LED也是有弱点的 像在纯黑的背景之下 高亮的像素 会把周边的像素也给照亮 这样就会出现这种灰光效果 这个其实你需要 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才会看到 绝对没有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夸张 就我个人来说 我不是特别建议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是真的特别难受 你一定也想得和我一样的 对吧 这个刘海 咱能把它去掉吗 真的 太难受了 假如苹果把Face ID给做进去了 我一定程度上还能理解 但是这么大一个刘海 加了个1080P的摄像头 还有一些常规的传感器 虽说摄像头的画质确实好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不值 因为这刘海不只是外观上让你个人 那手机上你很少去和屏幕最上方交互 那还好 有刘海可以接受 但是电脑就不一样 很多软件菜单都在顶部 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 你会经常遇到这个刘海 比如像Premiere 还有达芬奇这种菜单特别多的 你会经常看到菜单要跳过这个刘海 然后再展示出来 最离谱的就是假如你不开全屏模式 然后你按下全屏播放按钮 你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 这个太阴间了 真的有人会这样 能够顺畅地看完一个视频 太难受了 那当然你可以通过调整暗色模式 或者全屏 让整个顶部菜单都变成纯黑 那这样和刘海就能融为一体 看起来会好很多 那假如你带上AirPods Pro或者Mac 现在这台Mac也支持空间音频 这样整个声场都会跟踪你的头部 来给你一个非常深力寂静的体验 这个非常带劲 我会推荐你去线下体验一下 那同样的剪刀结构全层键盘 这也让我非常高兴 特别是这个Touch Bar早上消失了 变成了实体功能按键 哈利路亚 谢谢你 这个Touch Bar 是我觉得在笔记本电脑上 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个设计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因为它又烫了又很容易误触 就太辣了 那前几代的Mac让我最痛苦的地方 不只是这个 还有就是无论去哪儿 我都需要带上一个拓展屋 就有太多设备不是USB-C接口的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 我经常会遇到拓展屋坏了或者是丢了 然后没法考卡的尴尬局面 那现在这台MacBook Pro 不是说你可以彻底告别拓展屋 但至少常用接口 比如说HDMI 还有SD卡 都可以逃出这个困境 那SD卡读卡 其实经过我们的测试是UHS-II的 也就是速度可以非常快 我们最快的SD卡 可以跑到300Mbps 但这个HDMI口就有点 嗯 我知道别的这三个雷电磁的接口很牛 如果你是ME Max芯片的话 可以同时接三个Pro Display XDR 再加上一个HDMI显示器 但这个接口居然是HDMI 2.0 而不是2.1的 所以假如你有一块8K的屏幕 或者一块144Hz 4K的屏幕 那就非常抱歉 你没有办法跑满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而MagSafe的回归绝对是个好事 工作时候踢到现实常见的事儿 至少MagSafe能够大大减少 你电脑和地面亲密接触的机会 而且这个街上的声音真的 真的好舒适 这次重新设计的MagSafe的接头的另一端 是个USB-C口 用来接到这个新的充电头上 那这也是苹果第一次用了淡化钾的方案 那相对来说会更高效一点 那这个充电头的输出功率达到了140W 但是整体的重量和体积 还是很好地被控制的 可就算你是设计优秀 这种大充电头的问题 还是一个都少不了 因为太长 充电头会直接盖住插座下方的接头 那不过有了这套新的充电系统以后 你的选择就多了很多 那使用MagSafe加这个投资充电是最快的方案 30分钟可以把电脑从0充到50% 这又真的很猛 那假如你有PD协议的第三方充电头 那最高应该可以达到96W的功率 而且甚至可以不用MagSafe 直接插USB-C口上来进行充电 而选择非常多 那说到这里 基本这台MacBook Pro的交互和体验上的东西 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那现在我们是时候来聊聊它的性能了 这台带有M1 Max芯片的MacBook Pro 真的太猛了 M1 Max 集成了10核CPU 其中8个是性能核心 两个是能效核心 那同时它居然还有个32核心的GPU 这已经非常可怕了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 它居然支持最高64GB的统一内存 那假如单纯是个内存 那没什么 但是这个内存的速度 居然能达到400GB每秒 所以直接GPU也不需要独立显存了 调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位在做复杂图星项目的时候 你可以把大量的数据缓存到统一存储之中 无论你是做3D 还是利用神经网络做图像处理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参数这种东西 我觉得一个个抱意义也不大 第三方跑分也只能说是一个含量标准 我更在意的是我们的工作流理 它和我们当前的设备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些素材转码 还有素材回放 以及3D渲染的测试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工程项目 我们首先拿了一台去年的16寸MacBook Pro满血版 来和这台新的对比 我们用达芬奇17.4 也就是已经适配了M1 Max的版本 分别转码了市面上几种常见的素材 4K的H265 8K的ProRes 5K的Red素材 还有12K分辨率的BMD RAW 然后这是我们的结果 M1 Max的MacBook Pro 直接就秒杀了去年这台 这差距就太大了 都不适合用百分比来表示 H265的导出快了4倍 8K ProRes的导出快了3倍半 Red视频的导出提升到是不大 估计和优化有些关系 只快了1.5倍左右 最离谱的是这个12KBMD RAW所谈的导出 还记得我们前段时间评测吗 我们说12K分辨率在2021年 我们根本没法处理 影视飓风绝对是受不了的 然后这台Mac 居然能够实时导出12K的视频 比上一台快了有7倍左右 这位在去年的Mac渲染一个视频 要花10个小时 这台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这是天与地的区别 就我们测的时候一度怀疑 我们肯定是设置错了 然后查了N次 都是这个结果 就强大的硬件 配上优秀的软件优化 真的是太猛了 然后看了这个结构以后 我们想 那都这么强了对吧 那干脆我们拿公司剪辑师的台式机 来比一比得了 于是我们拿了一台 i9 10900K 64GB内存 3080Ti的台式机 来跑同样的测试 然后这是我们测出来的数据 就我一直觉得PC肯定会强一点 结果除了Red的渲染速度 它占了上风 别的所有类型的编码 几乎都比这台M1 Max的MacBook Pro 慢了两倍以上 这真的就 哇 要知道这台PC可是这样的 这么高的功率 这么多的散热 还有这个体积 居然会比这台Mac要慢两倍 这就离谱 真的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还得再测一测 那我们后面又怀疑 可能只有达芬奇优化的这么某 于是我们又试了Premiere 还有Cinema 4D 这两个比较大众的剪辑 还有3D软件 分别跑了视频编码 还有3D渲染 那结果是这样的 虽然没有达芬奇这么夸张 但M1 Max还是占了上风 3D渲染器 因为我目前没有Octane渲染器的 M1 Max的适配版 所以我们直接用了CCD的原生渲染器 不能算特别公平 理论上M1 Max的表现 可以变得更好一些 Premiere的话 我们装的是适配了M1 Max的版本 算是公平竞争 你可以看到 尤其是ProRes和265编码 M1 Max拉出的差距就特别明显 这是因为这块芯片里面 有独立的265和ProRes 编辑码加速核心 而这两种编码加上H64编码 基本上就是你日常做视频 会遇到最多的编码格式 以前我们的工作流是这样的 拍了很多索尼相机的H65素材 然后我们的DIT数字影像工程师 会把素材全部拷贝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然后我们的剪辑师会创建好工程 再选中所有素材 右键开始转换代理文件 也就是个更小 分辨率更低 但剪辑不会卡的小文件 那这个过程如果素材多的话 会用到我们10到20个小时 也就是说剪辑师基本上 需要干等大半天才能开始工作 就这么麻烦 因为直接硬检H65素材一多 就哪怕3090都跑不动 就非常影响你的效率 光是转码和渲染这一点 其实就已经足够说服 为我们公司剪辑师 换上这个新的MVP了 这东西就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项目能够缩减制作周期的话 省下的钱早就购买好几台电脑了 这里其实我们藏了一个套娃的彩蛋 如果你看到了我们这个视频 说明我们成功了 这个视频所有的数据 都是直接拷进这台Mac里面 所有剪辑 调色 制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期视频我们其实是以8K 50帧 RAW的规格来制作的 我们从写下这篇稿子 到出篇的时间只有72个小时 也就是说只要这台电脑任何一点拉垮 无论是放不出还是倒不出 这个视频都会卸彩 你肯定看不到 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说了 现在都没有地方可以看8K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实话是说确实有一点 但要知道我们公司赚钱的很大一部分 确实给各大厂商拍高分率影像 无论是电视壁纸还是投影仪屏宝 既然厂商都在冲向8K 无论它意义到底有多大还是有多久普及 本质上和我们的关系就不大 我们只是去实现它们给我们下的需求而已 达不到8K就赚不到这钱 就这么简单 我们做8K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之前流程真的让我们非常痛苦 而且效率很低 只能够咬牙去做它 但现在M1 Max在我们这次测试中 确确实实处理8K视频和处理4K视频 就没有一点区别 所有的回放都是私奔顺滑 甚至当初把我们折磨的飞天EOS R5的8K视频 也是没有哪怕这么一丁点的卡顿 除了单纯芯片的性能 我还有两个点是没有讲的 就是它的硬盘还有电池 这台MVP里面的硬盘速度 居然达到了7.4GB每秒 搭配M1 Max芯片 直接结果就是 开任何软件都是秒开 像Premiere这样的软件 你几乎就看不到它的载入信息就打开了 达芬奇 C4D 都是这 再搭配雷电4接口 任何数据卡 你都可以快速靠进Mac里面开始工作 除了iPhone 13 Pro的ProRes 还是得用Airdrop 这台Mac内置了8TB的高速存储 确实很带劲 能装两到三个大型视频工程 所有素材都能无比丝滑的回放 唯一的缺陷就是它的价格 非常的感人 我个人觉得2TB 应该是视频工作者会比较甜点的 这么一个存储空间 我这次放到最后讲的东西是电池 本身它没有什么特别 还是99瓦时 但正是因为M1 Max的效率太高 搭配上这块带有自适应刷新率的屏幕 这台电脑续航比过去长了太多 苹果官方说它能够支撑21小时的视频播放 14小时的无线上网 但这些都是理想状态 实际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拿它来剪片 像我们剪个6K的片子 基本上它的电池可以支撑你4到5个小时 听起来也没这么多 但据我所知 目前基本没有别的笔记本电脑 能在保证流畅剪辑的情况下 有这个续航 这次这个上手真的好长 但确实能讲的东西就这么多 几乎每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痛点 苹果都给出了解决方案 同时还加上了一个更加明显的痛点 但实话实说 虽然这个刘海瓶有点个影 但它的综合表现 已经可以让我忘记这个缺陷了 那你觉得这个性能和交互体验足够打动你吗 你会买吗 那我们公司应该会先采购 6台M1 Max的16寸的MacBook Pro 给我们的剪辑师还有调色师 这样的话它们将不会困在公司里面 只能干等素材 让它们可以到片场开始执行任务 在效率上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强 那当然我们这次测试时间也没有特别多 理论上你要用足够久才能发现各种问题 那无论是插件适配还是系统的bug 这以后也许都会有 那我们会在之后再延续传统 每年做一个工作流的分享 那到那个时候会再来汇报一下 切换到Arm架构的MacBook Pro以后 我们的深度体验是什么样的 那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也请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 给他一点参考 也希望能给我们一个三连 这几年我们团队爆感 真的好累 好 那我去睡了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